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如何来应用这些真题 我和你们说,你们想知道2016年的真题的话 一定要去关注一些2013和2014年的题目 然后如果你是在YouTube频道上面看到我的视频的话呢 你想知道我的同学生是怎么样去可以提高写作气氛 然后你们一定要去登陆我的网站 我这边有试听课程,kisshouse.com非常好记 然后国内学生一定要记住买这个翻墙软件,外貌通就可以 然后记得去关注我的订阅号,亚斯林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真题我们应该怎么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同类的 首先你要去拿到我的真题的时候 这个真题是到我的网站面下载,kisshouse.com 到我的网站,然后你去点击,去点击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这个网站上面,然后你们点一个博客列表就可以了 博客列表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它放在popular post里面的 嗯,你们点下面这个2015年A类这类所有真题下载 或者popular post里面这个都可以 然后就点一个这个亚斯写作免费课程week one 是我们第一周免费课程的所有的视频下载 我全部都给大家上传了,你看一下就可以 嗯,我们现在看啊,这个真题的应用 这个真题应用是这样的,那个真题是exal表格类的 然后大家可以把同类的题目全部都给总结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随便拿一次的真题 我们看这个是12,13,14,15,4年的所有整体全部都在这边 然后你点一个这个,然后我们点一个这个啊,点一个filter table 然后这边所有类型的题目全部都给你们汇总了 比如说想看老年和年轻人G类考什么题,哎,一看就亏了 然后再看3呢,比如说我想知道2013年,2013年教育类考什么题呢 然后filter table,你们要正常应用高科技 filter table,教育类,education,这样全部都是教育类的题目 然后G类还有task1的题,这个真的我找了很久 嗯,认真应用这些题吧 然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想知道老年人和年轻人考过什么题 会发现A类2015年考过这些题 然后2014年是考了这些题目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去把这些所有同类型的真题啊 我们看一遍,看一遍之后你只一类一类的看 看完这类话题之后,你要找到万能子话题 好,也就是说你会了这个话题之后,其他所有话题你就都会了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2015年1月10号考证这这么一道题 他问你你是年轻人是不是应该适合去当leader 然后你会发现9月12号的时候考证这道题 问你是年轻人,呃,是老年人应该受到重视还是年轻人受到重视 然后你这样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看一下啊 这个题目,也就是说一道题目里面的核心词 可不可以用来去论证另外一个题目 那你需要问自己的就是,当年轻人做leader的时候 好,那就是这个题,对吧 当年轻人做leader的时候,可不可以导致他们被社会重视 可以,因为如果年轻人受到重视呢 当年轻人受到,也就是说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去受到社会重视 因为他们比老年人更适合做leader,这就是你的论证 好,那我现在是不是在用一道题目的观点去论证另外一个题目啊 所以当你去掌握这个题目的论点的时候 也就掌握了9月12号这个题目的论点 好,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啊 当年轻人同样道理我们看2014年7月12号还考过一道题 问你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在政府工作 你是不是还可以用在政府工作啊 因为他们适合做leader啊 OK,然后15年7月4号考了这么一个题目 他问你是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听老年人的 那你就说我不要听啊 这个是no,是不是会影响啊 这个是yes 那你就说不要听就可以了 因为影响他们做leader 好,那所有这些全部都可以用leadership来去论证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个子话题 为什么年轻人适合做leader 好,你会了这个题的话 上面四个题你就都会了 好,那么这样看啊 step 3 第三步要做什么 第三步就是当你去总结出来这样子话题之后呢 你要去去google一下 所以我跟你们说 所有同学一定要翻墙 你知道吗 嗯,如果你不翻墙的话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学到 最native的就是English expressions 所以一定要翻墙Google Google文章的好处就是啊 都是local作者的文章 表达比较简洁 比较精准 同时还去避免抄袭的嫌疑 然后我们怎么去google呢 我们将此话题啊 把它变成how,why,what开头句子 比如说你会google how young people can become good leaders 我这边稍微有一点点乱 或者你来google why young people can be good leaders 或者说what qualities should young leaders have 就这样子的 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google的这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我们google这个文章 比如说我就google how young people can become good leaders 那剩下就是比如说 young people can stand out 我告诉你什么叫做那种 雅思类型的标题 那雅思类型的标题呢 就是说这个标题很明显 就知道哦,这个标题是 how to的类型的标题 就直接看标题我就知道 哦,我可以从这里面知道 什么样的 为什么年轻人可以适合做leader 那你看这几个标题 你看第一个啊 how young people can stand out as leaders 那下面这个 young people can be leaders if given the chance 这个18 tips to be a more successful younger leader 哪一个更有可能啊 比较具体的 那肯定是第三个,对不对 18 tips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出处 这个出处很重要的 我把那几个比较reliable的出处 全部都给你写上了 也就是Hoffington Post 然后The Guardians 然后Forbes Business Insiders 然后Live Hackers 这些 全部都给你们写上了 你们就找这些出处的 会比较reliable一点 而且文章会写的比较漂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找了那些话题之后 你要去读这些 对不对哦 读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段落 那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 就是我们截取了这个文章 阅读的这个Google文章的这个段落呢 要把ABC的词组 你自己去提炼出来 你们总去问我 怎么去找ABC词组 免费课程里面可以下载40组 然后同时我课程里面是有全部ABC词组的 但有些同学比如说想自学的同学怎么办呢 就是用这种方法 你自己去总结ABC词组 你把这个段落提取出来之后 然后呢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ABC词组 就是A发生B发生C发生 用来去论证为什么的 How的 就比如说如果我来说 Young people can be good leaders 那么怎么论证 那第一个发生的动作就是 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大胆 不受固有观点的束缚 中文号号 B就是更容易做出突破性的决策 C就是更有可能为组织带来巨大的进步和改革 对吗 好那这样子的话 那英文词组的话 那我就可以写成 Youngsters have more audacity and seldom stick to stereotypical views make breakthrough decisions more likely to make revolutionary progress 好那这样我来看一下 从原文中我们是如何把这个ABC提取出来 我们看下面这个原文的话 我画黑体词的部分 全部都是重点的那种词组 我们提取的就是动词和名词的搭配 你看比如说第一个先说的是 be ambitious and do not be afraid to make to take risks 那我A就可以写 Young people are ambitious and are not afraid to take risks 接下来发生什么 就赵特超啊 他说你就会怎么样 recognize you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你看我的那个课程的资料 全部都是这样出来的 我只是比你们逻辑要好一点 也就是说 我的优势就在于我逻辑会比较好 所以我一看段落 马上就可以把ABC跳出来 那我B就可以写成 their failures can help them recognize thei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他们不怕犯错误 犯错误之后的话就可以马上去 找到他们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强点是什么 然后C就会怎么样 这样会more likely for them to maximize their potentials 在这边吧 所以那些逻辑不好的同学 就直接照他照那个原文去抄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肯定是这样 因为他就这样写的所以肯定是A发生 B发生C发生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提炼出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子话题的ABC了 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适合去当立的 这就是一个ABC 这个你要有这个三个词组 如果你在加上你比较不错的论词recipes 比较不错的语法的话你是不大有可能得7.5分以下的 好那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重复以上的步骤 整理出来2012年到2015年所有题目 总结出所有这些题目的子论点 这个子论点大概是有200个的 因为我自己给学生总结也是大概有200个 就为什么我有200组ABC 因为有200个子论点 所以有200组ABC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轻松备考了 这样你都可以不上我的课 但这个只是说会花的时间会多一点而已 你大概需要去总结一两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吧 而且会要求你对有很好的这个逻辑 好 但这个方法有的好处呢就是 你可以从真题出发 扣进考试思路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local的文章 表达精准地道 我自己的ABC词组全部这样来的 而且会避免抄袭 好 下面就是 上面就是和大家分析了一下 怎么去应用这个整体 怎么去总结真题 我们今天讲了 然后还讲一个怎么去Google文章 对不对 讲了一个找到合适的文章之后 你要知道什么样做叫做好的文章 非常直接就可以看出来 哦 这个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这肯定是讲how to类型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拿到文章之后 你一定要去挑出来这种高分的词组 挑到这个高分词组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和大家说一下 不要忘了到的网站 到网站去注册一下免费的课程 Keyshouse.com 课程里面会讲这些ABC词组的应用啊 你还可以去下载一些ABC词组 同时呢整个完整的课程 是包括所有的ABC词组的 然后你们不要忘了去follow一下 我的微信订阅号就可以了 叫做亚斯令 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 令下话杠880612 因为我们有在线的复习群 最好加我的个人微信吧